爆炸巨響 大樓在眼前瞬間消失 建築灰飛湮滅 碎片往四處噴飛 災難片特效就在黎巴嫩真實上演 以色列聲稱這個地區 有真主黨的設施與碉堡 當地時間二十二號 設飛彈炸垮被魯特南部 移動社區大樓 住戶的家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至少十人死亡 還有五人失蹤 居民徒手挖掘廢墟 找尋一線生機 另一邊沿海城市提爾也接連爆炸 以軍再發動一連串空襲 導致七十人死傷 真主黨也直接承認十九號 納坦雅胡斯在被攻擊 就是他們的報復行動 這似乎暗示著真主黨未來可能發動更多攻擊 但宜君不是省油的燈首度證實真主黨領袖接班人薩法丁早就死於月初的空襲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抵達中東停火斡旋的第一站以色列 泰拉維夫卻是再度響起空襲警報 我非常相信 納坦雅胡斯的死亡 會發生一個重要的機會 把他們帶回家 把戰爭結束 第十一度出訪中東的布林肯 在一次會見納坦雅胡 就是希望以色列能抓住機會 實現假撒停火 TBS新聞綜合報導 納坦雅胡斯的糧